一只坏脾气的小老鼠躺在海边 准备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 可是每当它一闭上眼睛啊 身边就会出现各种让它抓狂的事 它怎么能睡得着呢 小老鼠气坏了 但是不停地发牢骚就能解决问题吗 欢迎走进这个故事 爱发牢骚 爱发牢骚的小老鼠 作者是法国的让乐华以及希尔凡迪耶 由赵角角翻译 新磊出版社出版 有一只爱发牢骚的小老鼠 它正躺在沙滩上睡午觉 突然 它眼前一暗 是被什么遮挡了 小老鼠发起了牢骚 你把我的阳光给挡住了 它冲着河马喊道 你给我换个地方去晒你的日光玉 小老鼠刚刚躺下准备继续睡午觉 却听见一阵阵很大的声音 轰隆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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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噜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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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老鼠又发起了牢骚 你简直比拖拉机还要吵呢 它冲着鳄鱼大声地喊道 你给我换个地方去打呼噜 小老鼠刚刚躺下准备继续睡午觉 却不知道从哪儿砸过来一堆糖纸球 小老鼠又发起了牢骚 难道你觉得我是垃圾桶吗 它大声地命令着老虎 你给我换个地方吃糖去 哼 小老鼠刚刚躺下准备继续睡午觉 却突然被溅了一身的水 小老鼠又发起了牢骚 哎呀 我从头到脚都湿透了 它生气地冲着大象喊道 喂喂喂喂 叫你的野孩子换个地方玩水去 野孩子 大象重复了一遍小老鼠的话 你说谁是野孩子 大象非常生气地卷起小老鼠的尾巴 嗖的一声把它甩向了天空 小老鼠飞呀飞呀 飞呀飞呀 终于落在了一座小岛上 总算清静了 小老鼠 小老鼠松了一口气 躺下继续睡午觉 哎呀 糟了 我把点心落在沙滩上了 真是美中不足啊 就在这时候 飞来了一只羽毛球 哦 还有 还有他们 鳄鱼老虎 河马 大象 嘿嘿 我们也来了 沙滩上的人太多了 这里看起来很不错 来来来来 大家都来这玩 孩子们 吃点心咯 突然 小老鼠觉得 能够再次见到大家 可真开心呢 啊 这个甜甜圈可真好吃 老虎边吃边嘟闹 哦 是呢 可 它也太小了吧 来 把我这半个给你 拿着 我们都别再发牢骚了 你是个 爱发牢骚的孩子吗 嗯